首先就是张艺 在之前一部特别的正能量的电影里面 他也有出演过 在那里我们也算是看到了他再一次的演技的提升 其实对于他来说 不管是什么样的角色 他都是能够给我们呈现出来的 对于他的演技 可以说是挑拨出来什么大的问题的 不管是什么样的角色 不管是一个士兵还是一个丈夫 又或者就是一个特别的普通的人 在他的身上总是感觉到那么的自然 在这个小鲜肉真的是特别多的时期 像他这样的人小编觉得还是很少的 我想与小编一样 喜欢他的人应该也是有很多的吧 因为他是足够的被更多的人喜欢的 其次就是孙红雷 小编记得他最出色的一个角色 就是早年的一个电视剧 里面的一个人物 但是这个也并不是代表着他其他的人物不出色 他的其他的角色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对他的演我想大家都是知道的 虽然说是阎王吧 但是距离鲜肉还是有一些差的 在这两年他也不断的参加这一些综艺 虽然说作品在这两年出的不多 但是他的每一步还是那么的好 其实提起他很多的人想到的就是他的小眼里面 透出的角色的光 很多的人也是都很喜欢他的 这个肯定很少是因为他的演 更多的还是因为他的演技 那真的是太好了 不管是哪个时代 又或者是不同的人物 他都是能够给我带来我们想要的 第三个就是黄海波 虽然说现在的他因为一些事情 不能经常的出现我们眼前 但是对于他的演技 我们还是没有忘记的 虽然说他长得不是很好 但是他的演技那可是很好的 不管是哪种题材和影视剧 只要是他所饰演的 那都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很满意的效果的 他再前几年出的那些作品 就可以看到他是多么的好了 虽然现在因为一件很不好的事情 不能出新的东西了 但是很多的人还是很期待 他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东西的 图文来源 网络如有新权 请联系删除